曾国祥眼中 女人很复杂 但吸引 从小呢 我就觉得女人很复杂 如果你想让我留下 我就留下来 有很多细微的事情 就会让她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所以说那也是能够很吸引我的 我恨过你 我很羡慕七月和安生能找到对方 他们不是情人 但是却比情人更加地了解对方 因为我觉得这样坦诚相对自己了解的人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找到的 男性导演拍摄女性题材的电影 他以细致的角度导出少女心 喜欢你什么呀 你喜欢喜欢什么呀 我最喜欢的人都在一起了 女人的这种 第六感 还有那种对细微事情的敏感度 对我来说是很感兴趣的 一开始盯着她是可以的 但她过去开门 如果你一直还盯着她后面的话就有点 我现在就杀了她 34到9近60 在最开始筹备演员的时候 监制Peter和JoJo把一份演员名单拿给我看 我一看到有周冬雨在名单上 我是很高兴的 因为从山楂树之恋的时候 我已经很喜欢她 很喜欢跟她合作 当时呢 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觉得她比较适合演七月 因为大家所看到的荧幕上的周冬雨呢 都是比较清纯 比较邻家女孩的演员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在跟她们见面谈的时候 就发现她们是完全反过来的 周冬雨呢 是一个又淘气又鬼马的女孩 我笑得不美好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笑 我就这样跑 来了 而马思纯呢 跟七月很像 因为她是一个 从温暖的家庭长大的女孩 她从小到大呢 比较按部就班 是那种按照家人的计划走的女孩 所以 我觉得她和七月的角色很像 我觉得演员呢 就在一个自己感觉舒服的状态下 才会把她平常 不太想在别人面前表现的一面表现出来 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 演员要做到这一步才会好看 作为一个导演呢 我的职责就是 让演员在一个舒服的状态下 尽量地表现出他们的内心 把平时不一定想对别人说的 不想表露出来的一面呢 都能够尽量地表现出来 姐 对不起 我刚知道 我们长大了 就会好了 我们都长大了 但觉得没变好 我想自在的生活 很明显啊 你想知道 就觉得 想去多久 就去多久 孙国祥认为 无论男女 每个人都要有改变的勇气 也许呢 大部分的人 会比较喜欢追求安稳 不敢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而随着成长 总会在某一些时候 你必须要做出一些 勇敢的决定 让自己看起来更想安生 那么所以呢 在电影里 有一个主题就是 要交换人生 就是希望他们两个人呢 可以都有勇气 去踏出一步 让自己的人生呢 有所改变 我们不是说好了 来交换人生吗 我恨过你 但我也吃过你 我恨过我 我恨过你 好 我恨过你 Don't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